受疫情影响 幼儿园停课将近三个月 随着疫情降级 罗东真立幼儿园 8月16号即将正式开学 但是配合防疫 开学日当天不开放家长入内 所以提前在今天举办开学仪式 由镇长吴秋林 陪着小朋友跟家长 一起撒下细沙 而木板上渐渐显露出 开学了三个大红字 希望以击沙成塔 来代表一步一脚印的态度 为幼儿教育而努力 有一点点的缓解风了 但是还是恶极 所以呢在室内50人 室外100人的这个限制呢 我们也采用了这样子一个开学典礼 欢迎所有的小朋友 入到这个幼儿园来上课 那很抱歉没有办法 像以往这么大型的 这个很热烈的闯关的 这样的一个开学典礼 让小朋友有一点点的失望 不过呢我们还是很希望说 不管是我们的环境 不管是我们的设备 不管我们的教师的这个 教师的这个品质 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团队的品质 都能够让所有的家长 所有的小朋友感受到 我们幼儿园 所有的从园长到我们的这个老师 到我们的竹工 司机杯杯 还有我们的水色老师 他们的热忱的欢迎 欢迎进到我们的幼儿园的 这样的一个大家庭来学习来就读 能够让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快乐的成长 健康的学习 龙镇公所特别为500位幼儿园园的小朋友 准备了开学礼物 一人一套牙刷组跟刻上自己名字的不锈钢杯 希望小朋友从小建立口腔保健的观念 另外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 工作还加码 为将近200位的新生 准备三色碗跟提袋 当成入学礼物 而面对下个礼拜一就要开学 小朋友都非常开心 也很想念老师跟同学 下个月 那你在家干嘛 把儿子卖地瓜 所以你很希望下个礼拜一就可以开始上学对不对 对 那你开学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雅体温 对呀没有错 最想看到谁 老师的同学 因为我觉得可以跟同学一起玩 觉得很快乐 爸爸爸爸妈妈煮饭还有什么都有 你帮忙煮饭哦 好厉害哦 如果看到同学 你最想跟他们讲什么 同学我好想你 可以跟小朋友玩很开心 开心 你最想看到谁 来幼儿园 我最想看到小朋友 想他们 不知道 最喜欢牙刷 为什么 嗯 因为可以让牙刷干净 哇 那你呢 你最喜欢什么 牙刷 为什么喜欢牙刷 因为可以把牙齿刷得很干净 新进来我们幼儿园就读着 当然包括了这个 可能刚刚进来读大班 也可能是刚进来读中班 小班 幼幼班 只要第一次入到这个幼儿园的 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礼物 那这个礼物的话呢 就是你的这个管理三餐的这个饭盒 那这个三个餐具的话呢 他可以用完就收起来 然后下午放学以后带回去 自己清洗或者是请家长帮你洗一洗 烘干了以后明天再带过来上学 饭后的牙齿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准备了有牙刷牙膏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他客制化的一个钢杯 雷射在他的名字在这上面 所以小朋友就不会拿错了 你自己的你自己的钢杯你自己用 今年开学以后 每一个小朋友 只要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老生新生都可以拿得到这样的一个礼物 为了保护幼儿的安全 罗东真理幼儿园 在门禁跟幼儿健康管理上 做好防疫最高标准的把关 特别添购了四台额温的消毒机 每个家长送小朋友来到幼儿园 都要确实做好食联制的登记 积极落实戴口罩 勤洗手 量体温的防疫规定 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不仅可以让家长放心 小朋友也可以快乐学习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谢谢